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其漂亮的颜色 出色的性质 翡翠最终取代河田玉 成为玉石之王 啊对啊 第二题 翡翠有几种颜色 这个我知道 有绿色 紫色 黄色 红色 还有一个白色 比过全面 还有黑色 黑色比较神秘 除了以上说讲的几种颜色之外呢 其实翡翠还有一种蓝色 也就是我们现在反映的比较火的这个蓝水翡翠 也就是天空蓝以及湖水蓝 其实翡翠的颜色可以说很丰富 每一种颜色都有很详细的划分 比如说绿色 有这个帝王绿 祖母绿 菠菜绿 羊绿 豆绿等等 紫色又划分有这个粉籽 茄籽 蓝籽 紫罗兰 红色有大红色 褐红色 黄色又有机油黄 土黄色等等 可以说翡翠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个问题 除了颜色之外呢 又有什么东西是影响翡翠的一个价格的因素 谢谢大家